上月 北美高温热浪的袭击下 山火持续蔓延 而土耳其的地中海及爱琴海地区山火持续 上周至今发生超过180场山火 全球多地出现山火 据欧盟科学家表示 上月是记录上全球最炎热的7月份之一 仅次于2019年和2016年的7月 从芬兰到美国都出现了罕见的高温天气 在长期暖化趋势当中 这是过去7年全球创纪录炎热程度最新的一个里程碑 温室排放效应改变了地球的气候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的资深科学家 Frey de Vanburg对路透说 当我们仔细检视全球气温 存在逐年甚至逐月的剧烈变化 但最终最基本的是 我们见到的暖化趋势是全球性的 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是如此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说 上月和2020年7月的温度 并列记录上全世界第三高 也是欧洲记录上最热的7月 仅次于2010年 好几个地区上个月都遭遇极端天气折磨 科学家一致认为 全球暖化愈发可能导致热浪 甚至更加酷热 日益发烧的地球将带来更严重的暴雨 各位 快一点保护地球 记得环保好重要